Hello大家好,欢迎你们回来到我们的频道啦 我是卓格拉 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个2022年的生肖属猪的朋友们 你们的年运势啦 那么记得要把这个影片呢 分享给你们的倾盆汽友 特别呢是属猪的这个生肖啦 好不好 那么这里面们记得看之前呢 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 还有打开小铃铛咯 因为接下去呢 卓格拉呢还会跟大家分享 关于九宫飞行的布局 还有凶星的位置在哪里啦 好不好 那么在于这个健康的运势方面呢 在2022年的属猪的朋友们 你们的运势呢 是属于比较一般的 是只有两颗星的运势 要特别注意呢 就是肠胃方面的这个疾病 容易呢因为饮食不规律 而导致到肠胃不舒服 虽然不是很严重 但是如果不去正视它的话呢 可能会引发不良的后果 也会影响到正常的工作与学习 此外呢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呢 属猪的朋友们呢 要注意哦 要小心呢 这个皮肤过敏 出现起疹之等状态 这样子的情形 从此呢要做好防寒保暖 及时增减衣服 避免感冒受凉 尤其呢是年幼的孩子 一旦感冒发烧的话 不仅要打针吃药 还可能影响到正常的发育 所以呢一旦有小毛病出现呢 一定要及早解决啦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 会建议属猪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呢 记得要去做下 纯身的这个体检 如果有发现病变的话呢 便能够及时得到治疗 中老年的属猪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呢 要小心就换互发 但是也不要太过于忧心 只要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呢 多加注意也就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啦 那么在感情运势这方面呢 属猪的朋友们呢 在2022年呢 也是只有两颗心的运势啦 那么由于呢 会受到这个凶心的干扰 感情方面的问题呢 将可能层出不穷 处理得当的话呢 婚姻感情生活呢 能够得到稳定有序的发展 但是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呢 就有可能出现离婚的局面 属猪的人呢 虽然呢 很有家庭的责任感 但是平日里呢 对于这个异性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并不是掌握的那么的好 常常呢 会因为自己的不主动 不拒绝 而惹上了这些烂桃花 如果有第三者插足 今年的婚姻关系呢 将会岌岌可危 所以呢 在这一方面呢 就要格外的注意 当有异性主动的接近你的时候呢 你就要赶快立马的 决定性的 决断的 去拒绝他们 这样子的话呢 才不会对你们的婚姻 带来这个危机的啦 好不好 恋爱中的小情侣呢 你们之前的感情呢 也并不是太过于的稳定 在经营感情的时候呢 要多一点耐心 不要动不动呢 就说分手 提的太多呢 只会给对方呢 进一步的消耗 他们自己的热情 甚至呢 还可能弄假成真 从而呢 错失一段良好的感情 所以呢 在面对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呢 两个人呢 要同心协力 千万不要把责任给推到对方的身上啦 那么在于这个事业运势上面呢 还是属于比较不错的 有三颗心的运势 虽然属住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2022年呢 是有这个破胎税的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在命中呢 还有很多的急心来相助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要用心去应对 很多的困难呢 都可以迎刃而解 并且呢 属住的人呢 本身呢 其实呢 也是比较充慧的 应对能力呢 也是比较强的 心态呢 也很乐观积极 只要在工作当中呢 能够主动认真 在上司交代给你们的任务呢 能够保值保量的完成 大部分的人事业的发展呢 还是比较顺利的 不过呢 需要注意的是 在2022年的生肖属住的朋友们呢 你们要用心的去做的呢 就是要维护好 你们自己的人际关系 平时呢 与同事呢 不要说太多与工作无关的话题 尤其当你们面对到 他人的纷争和矛盾的时候呢 要学会 要懂得如何去独善其身 不要参与他人的是非争斗 以免呢 给自己招来无万之灾啦 此外呢 那在2022年的时候呢 属住的朋友们呢 如果说你们想要换工作的话 记得要考虑的纯面一点 否则的话呢 就不建议你们去换工作啦 好不好 那么来到属住的朋友们 你们的最后一个运势 就是这个财富的运势啦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 你们的财富运势呢 表现的也是非常的不错 也是有三颗心的运势哦 通过努力的工作呢 你们的工资呢 对过去来说的话呢 是可以说增长了不少的 并且呢 属住的朋友们呢 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消费呢 是比较理性一些的 除了正常的消费之外呢 基本上并没有太多别的支出 在2022年呢 还算是可以集下不少的积蓄哦 不过呢如果是对于做生意的属住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与这个合作伙伴之间呢 在你们共同努力经营的过程当中 除了对工作要格外上心之外 也要注意你们两者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 当出现分歧的时候呢 要用友好的态度商量解决 不要表现的太过于急躁 不然很容易导致到你们的合作出现问题的 此外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 属住的朋友们呢 也不建议你们呢 去参与投资额太过于大的投资项目 对于那些新出的理财产品 要保持警惕 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如果想要涉足的话 可以拿出小部分的积蓄去小试一下 切记不能投入大量的金钱 不然一旦出现亏损 就会导致到你们血本无归啦 好不好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主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关于呢这个属住的朋友们呢 在2022年的你们的年运程啦 那么记得要把这个影片呢 分享给你们的身边的亲朋汽友 特别呢是生肖属住的朋友们啦 好不好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呢 记得要按赞订阅还有留言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啦 谢谢大家